我 我 我跟着你 你跟着我什么呀 你跟着我什么呀 你跟华业生还副队长 我另有安排 是 报告 我申请加入孤狼 报告 我也申请加入孤狼 我同意 还有 如果我牺牲了 教导员 你就是萧狼的 最高指挥官 天高 借不说话 别借一步 都是自己兄弟 说吧 那好 那我就当着大伙的面 问你一句 如果你牺牲了 后面的作战如何推进 你是最高指挥员 如果你牺牲了 大家的战斗意识如何凝聚 你有没有想过 在现在的形势之下 保障一个可靠隐秘的指挥 意味着什么 我就一个问题 如果蓝军只是为了 演习胜利的话 他有没有必要主动出击啊 蓝军完全可以这么做 把所有作战单元 组织到一块 成为一个巨镇 严防死守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 下手的机会 就算我们有下手的机会 干掉他们一个作战单元 剩下的人 也会被蓝军逐一歼灭 何岳凯旅长 他没有这么做 原因只有一个 他希望整个过程 不只是军事演习 而是战争 还有一点 在打仗的时候 谁能够保证 特战大队大队长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牺牲啊 谁能保证 如果我牺牲了 怎么着 仗不打了 导演部会下这种 不合常规的命令 目的也只有一个 希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让我们红烂双方 提高实战意识 就这么简单 让我脑子想想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再下一步 也要聚意 都不 infilt扣 我们最后 打不挥 一定是 跟你 我们这次 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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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根据萧郎掩藏汽车的位置 你觉得他们之前 一直藏在哪儿 略长 您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你觉得他们之前 把我军侦察机 在流星谷上空巡逻 所有的时间点调出来 推窜出萧郎 离开的时机 命令侯上清 在流星谷附近 侦察痕迹 是 来 这里 离别 老队长 教导员 我们应该走了 天哥把任务告诉我了 你们责任重大 务必要完全教我 是 是 大胆 胆大 也要心细 你们注意安全 班长 你的身体你 我没事 放心吧 走了 班长 请不吝点赞 报告营长 他们引臨了中计 不可能把所有的中计 全部引盖 为什么这么肯定 根据指挥部推算 他们应该是天刚放亮的时候 就离开了刚才的隐匿地点 时间紧 情况急 加上可见度不高 心碎又很匆忙 他们不肯将所有的痕迹 全部引盖 你分析得都很对 但恰恰忘了一个重点 你的对手是萧郎 继续前进 请不吝点赞 until 老头 我不太明白 咱们在路口暴露痕迹 现在把全部堆的垃圾都给带来了 不就是为了让蓝军发现吗 可是为什么掩盖得这么深 万一蓝军发现不了 咱们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既然要做 就做到真一点了 也就是真的才能骗住人 你小子给我记住这一点 啊 核大队长 我有话跟你说 看什么看 小梁啊 咱们按照正常标准颜员 但是今天挂大方 所以正常标准也就不正在 有什么指示 有何指示 核大队长 作为萧郎的议员 我觉得你有必要跟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要故意暴露目标 你刚刚跟大家可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 怕了 请正面回答我 请正面回答我 正面 这样 我是让你正面回答问题 不是让你这么看着我 行 那我正面回答你 我现在改变策略了 不知道 萧郎郎的葛大参谋 还有是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 贺天高 你这样是把演习当儿戏 你知不知道 为了这场演习 你付出了多少 你都忘了吗 当秋你顶着多大的压力 把李副队长派出去 为了让战士们石上滑训练 你跟财富处长闹翻了多少回 得罪了多少领导 又处分了多少战士 你难道都忘了吗 正是因为我跟我的战士们 经历过这些 所以我敢有胆量 去做这个决定 可你现在这样做 就等于是在抛弃你的队伍 在放弃这场演习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 那我就告诉你 只有今天我放弃演习 他们才不会丢了 明天的战争 这个演习我情愿输 但是我希望 我可以赢回一个 有血性和有本事的萧郎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血性和本事 不是我贺天高 一个人说了算的 贺天高 我真是越来越 摸不透你了 如果有朝一日 你能够真正有实战意识 那你就会非常清楚 我的思维逻辑 葛大参谋 好 走吧 好 全体注意 来快队伍 出发 去 报告 警长 这里发现被掩埋过的痕迹 挖开 骁龙够贼的呀 来这么深的 这么多垃圾 一定是骁龙主力留下的 立即向指挥部报告 确认前方就是骁龙主力 让侦察机在我们东北方向的隔壁滩上 重点侦察 是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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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陶 怎么 杀陈报要来了 勿托 这跟吃鸡游戏可不一样啊 好吗 只要跟着狼头 我什么都不怕 臭小子 狼头 怕你怕吗 我怕呀 我怕你大胆还有老班长 带着遗憾离开这儿 谁出演戏 这责任我耽误起 我也还不起 不 狼头 我之前以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眼前能赢 可我现在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将来能赢 所以我不怕 也不后悔 如果有一天 因为我今天的决定 被调离 不会的 狼头 绝对不会的 好 行了 沙尘都要来了 做好防护吧 把面上拉起来 所有人 做好防护 加快行径 完毕 出发 来 出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部长 参部长 他向北啊仗着是咱河里长的学生 现在都掌控咱指挥部了 这事我可看不惯方 说什么呢 只要是能打胜仗 我听他向北的都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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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发现目标 报告 发现目标 有多少人 报告旅长 队伍很长 并没有沙尘 但是无法确定 尽快确认 是 飞行员报告 发现背负时间太信号 多大风机 七到八级 多久时间 可抵达我军机上空 五分钟 有船网 到了 迅速命令飞行大队所有飞机 立即返航 怎么 我这个参谋长的命令 都不听了 去 帮我把姚政委请来 上 小北 这个地点啊 和华长青汇报的 小狼主力行动方向 是否一致 一致 那这基本可以确定吗 返航吧 旅长 这人数还没有确定 这可能是小狼的一个圈套啊 旅长 旅长 飞行大队必须立即返航 连络候长青 让他按指定方向继续跟进 命令飞行大队立即返航 如果风力加弹 就即将落 旅长 下命令 是 是 火车 老多好有一个被发现了 不是 1800 孤狼暴露目标 请求支援 孤狼暴露目标 请求支援 报告 双花 指导员 我要求带一队人去支援填高 不行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解雇咱们离开的 如果现在支援的话 不怕啊 怕什么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 萧兰特战队的大队长被敌人活捉 老班长 今天天后这么安排 肯定有他的道理 安排是安排 之前在训练中 我不止一次地跟你们讲过 在战场上要学会随机应变 我们真的不能够眼睁睁 郑志光 你是我们的老班长 要是这么做的话 让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 成败再次一举 一旦要是暴露了目标 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 是 副所命令 是 看来 您家支撑机 能够在家旮场? 沈队 还有 看来 让开 万一出现什么闪失 我看你怎么收场 三东一 三东一 收到请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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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东一报告 已经安全穿过风暴区 五毫 六毫 继续 二 六毫 六毫 四 继续 蓝军的侦察机撤了 等我了 听我说 之后的两个小时 我们会面对蓝军的围追堵截 任务很简单 只有一个 想尽一切办法 拖住蓝军侦察兵 不管用什么方式 一定要完成任务 哪怕是退出演习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林长 指挥部要求每二十分钟向他汇报此情况 二十分钟一次 刚被拿掉一个何成英 都没打 好 好 汇报 预计距红军十公里 请求调动全部侦察营战士 一举歼秀了 是 怎么样 只要他们来落指挥部 就一定能追踪上了 很好 只要天康能够拖住他们 咱们就直奔要害 一起端了蓝军指挥部 太好了 好 等会儿 这教导员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班长 刚才没给你解释清楚 咱们之所以不去救援 是因为咱们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他们开始联络了 正在追踪 终于综综上了 跳过来 乌郎乌郎 听到请回答 当头 我是贺天高 请讲 天高 追上了敌方的电台信号 他们的指挥部在正北方向 如果穿过鹰嘴沟 今天晚上就能到达 鹰嘴沟 对 两侧有山脉 如果绕路清军的话 至少六个小时 一定会耽误时机 天高 你放心 如果顺利的话 今天晚上就可以结束演习 我去吧 说什么 说什么 这样吧 你们从原路突围 记住 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啊 就是要逃出去 我帅着孤狼小分队 改变路线 我去鹰嘴沟 天高 为什么呀 这不是白白浪费契机吗 老队长 教导员 鹰嘴沟这个地方 有去无回 对 天高 你放心 你一定是想多了 蓝军怎么可能知道 我们追踪他的电台呢 我现在不能冒这个险 按原计划进行吧 天高 你要去当诱饵我不拦着 但是这件事 何教员我很了解 只要保存实力 我相信肖狼一定会打出一场很好的仗 天高 你告诉我 除了地形地势之外 你还有什么意诀 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 我给你最后一个命令 不救援 不暴露 天高 天高 我是郑志国 我是郑志国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 你说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 从现在开始 你就当我牺牲了 何必 天高 喂 天高 倦驴 等我来 准备出发 是 是 全体都有 原句话 准备出发 现在的情况是 根据肖狼的行动路线 我们要出动整个的侦察营来进行围追堵截 而前方 我们并没有设置雷区 如果出动了整个的侦察营 我担心 你是担心 堵不住 反而被他们反咬一口 是 双方已经亮出了底牌 队长 您拿主意吧 好 好 给我三分钟 我来回答你 也给你和大家三分钟 都想一想啊 如何应对这种战局 医长 根据前方侦察报告 肖狼主力改变了行程方向 朝正北鹰嘴沟方向赶去了 鹰嘴沟 鹰嘴沟 这工兵是要抢占侦察兵的功劳了 想把他们困在那里去 立即向指挥部汇报 再次请求调动全部侦察兵战士 给我追上去 所有人 加速追击 报告 霍长青报告 发现肖狼特弹队 改变了行军路线 朝鹰嘴沟方向去了 那里是我们设置的雷须啊 一旦进入无法退出 绝对是有死无生 这是什么情况 我让电子侦察分队 构建了一个假指挥部 又让霍长青通过这个假指挥部 传达情报 现在这个时候 肖狼必然要殊死一搏 而这个鹰嘴沟 又是通往假指挥部的必经之地 队长 这么短的时间您是 假指挥部啊 两天天就建好了 很难证明 所以我让战士们 在鹰嘴沟遍布雷区 就是等待这一天 太好了 马上命令侦察营 火速赶往鹰嘴沟 现在啊 肖狼是困在雷区里 等着侦察营追上去 那就是打靶子 不对 我有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又有不同意见 你们看 如果这不是肖狼的主力 我们把侦察营都派过去 这不等于放弃了之前的包围圈吗 这肖狼一旦分兵 咱们等于 亲手放走了人家的主力 不闹 按照现在肖狼这种情况 发现了任何作战单元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下 进行殊死一搏 如果换成你是贺天高的话 你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吗 我当然会 肖狼现在的主要策略 不是破析我们的作战单元 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逃出保卫权 你是质疑我们 电子侦察分队的水平呢 还是质疑旅长的策略 小北 继续说 是 我建议 应该让肖狼在雷区自困 派出一个牌进行侦察 侦察营的其他战士 进行拉网式搜查 一旦锁定目标 等几个小时风暴过去以后 进行立体打击 一个牌 你太轻敌了 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会放走肖狼的主力 以肖狼的能力 穿过雷区最多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 是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 我建议 在假指挥部防卫 部下口袋 一方万一 马上准备行动 队长 我请求带一个牌 敢往映嘴过 不管是不是肖狼的主力 我一定要歼灭这伙红军 如果做不到 我向北托军庄 是你的军庄重要 还是战场的胜负重要 好 向北 你和霍长青联络 留下一半的兵力继续侦查 其他的 跟随你前往赢嘴沟 是 旅长 建国啊 截灭一股陷入雷区的特种兵 如果非得用一个赢的兵力 那我们蓝军的战士 也太惨了 小北 到 立即出发 是 虎哥 尚哥 善爷让咱们在镇子上打探消息 我还真就问出点线索了 也不去开放 我今天一大早去收租子 你猜怎么着 我还真就是问到了一点干货 老大 走 老大 不用到 你岳父开工厂的事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这别提了 我这老岳父 他对我意见他打着去了 就是因为我不能经常回家 这没办法呀 老大 到 又到 马上见到家人了 你高兴吧 哎 要不是为了这次任务啊 还真不路不肯 哎 副队 你多久没回家了 哎呦副队长啊 你这一脚油都 都换油箱里去了 这小面包能受得了吗 坏了吗 现在怎么办 得 歇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东霖还有钱吗 哪有钱啊 要不让我岳父来得了 他离那儿近 好啊 快打电话 赶紧打电话 喂 二哥 是我 我老宋 您还记得吗 咱们在这个 这个老街茶馆 一起听过戏啊 咋了 您能 能不能来一趟这个 天雾新城啊 我还有寿舍挂了啊 哎呀呀 二哥 二哥 你先别挂 你还记得吗 咱们听戏的时候 旁边有一帮人 听说他们是当兵的 还出了大事呢 啥事 二哥 这电话里一句两句 也说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您还是来一趟吧 大家到底啥事 赶紧说 要命的事 是 我现在把定位发给你了 派车过来接我 好 好 有车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咱们部队有关系 人命的事 人命啊 同志 走吧 再说 热察 二哥 来了 二哥 老乱 您客算是来了 那胡子呢 呱呆了 走了 说 这二位是 自家人 二位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 这身边的兄弟 一看就是练家子 可说 小四 二哥 里边请 来 给二哥泡茶 泡好茶 你别说这个人 这儿还点变熟 赵鸡兄弟 是龙是瞎 卉卉就知道了 对了 截个图 给舍舍姐发过去 让她也认认 好 外面守着 别人进来 行了 喝吧 二哥 哥 咱们从老街茶馆听戏的时候 我就长了个心眼 我一眼就看出二哥 你是盯着那帮人的 直到昨天晚上出事我才知道 这伙子人 是当兵的 来 兄弟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出人命了 这伙子人中间 死了个当兵的 谁死了 谁死了 二哥 这事不是你干的 咋可能是我呢 哎呀 妈呀 吓死我了 哎呀 我这一块石头 总像是落地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 那人叫什么 怎么死的 叫什么我倒是不知道 反正呢 死停散 被人扎死了 又方把火给烧了 警察 消防队 来了好多人哪 你确定啊 错不了 肯定是那伙子人 我听说是演习 两方人呢 打几眼了 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弄死了 反正呢 这事 不是二哥您做的 我就踏实了 走 你们先坐着 我聚集就来 赵梦不会有事吧 不可能 不可能 猛狐狸这把人够惊难 他们留了一个人 当信息重转站 万一咱们不知道 用他们的通信设备 给猛狸指挥 不发送假消息 设置漏了 三球 我下去把那小子办了 让我再想想 不用想了 他们的联络 肯定是加密的 你没发现那个牌照 一直躲到丧仓的 就算咱们花一两个小时 把他给破译了 实际也耽误了 真诚小队出来这么久 路上距离一算 他们就知道 一定出问题了 副队长啊 别再犹豫了 前面就是老马藏上地方 到时候我跟他调包 让他上来 我下去把你小子给办了 然后再跟你们回合 有把握吗 我这体格 弄得还不跟你小子脚似的 放心吧 现在也是能这么办了 那你小心啊 别冲动 好嘞 二哥 拉着 快走 走 走 快走 咋了 快走 快走 快走